早晨, 大家好, 今天有Vivian 和我一起看看市場 你好, 大家好 先報回恆生指數 到現在在24,716 點 未跌11點左右 成交到504億 市場不需要不下 但總比前兩星期更好 其實都在24,515點位置 其實是均勻的 這陣子比較淡一點, 或者增持一點 那這局面什麼時候才會好一點呢? 其實有些人在說 美股未來四重結算 會不會是 這個之前要走一些貨呢? 因為有很多說法會覺得 結算前可能是撐住的 有些人覺得 那結算後會不會才出個方向呢? 會不會托到結算就有它了 不托就會跌呢? 還是到時候才真的可以轉動個勢呢? 但是其實 一來這個, 四重結算 還有就是 是接下來那個禮拜的 還有如果你說比較影響一點 關注一點的就是 科技股啦 Tesla有個大的發佈會 因為其實它現在都 雖然它不是FANG 但其實它都幾影響大市氣氛的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 科技股的一大代表 很多時候蠟子走勢都會是 差不多是相近的 蠟子用Tesla的走勢都會 那有個發佈會 還有如果要再遠一點 就是11月有個美國總統大選 那很多人會覺得這些情況 四重結算前是不是要走得走? 是不是結算之後又出事? 是不是這個大選前要走得走? 即大選前應該要做好 大選之後就可能就不差 那我自己就不會去 估那麼多處的 因為都難以估計 譬如最近這個科技股的大調整 其實我想都會是難以估計 而你可能不會估之後會怎樣 反而在操作上我會 譬如它剛開始回 真的有一些股份 也都穿了最近的支持位的話 其實就特別你 你就應該一路拿出來 可以先吃一吃糊 當然走完之後有機會升回 或者是升級 但都不要緊 其實你就趁個市 調整完再彈 譬如前幾天 科技股都再彈 這些位置其實就 再去換馬 或者再去加貨 其實都是可以的 操作上會這樣 就未必會去 估計著 接下來的情況會怎樣 那如果你說港股大市 其實如果你說以恒指來看 都是在 雖然這幾天就彈回SAS 但其實都是很暗的 就是又轉回 升轉跌 那升不是升了多少 跌又不是跌了多少 就是跌17點 那如果大市的話 其實都繼續是在 之前這個24,300 那個重要的兩個月底 都站得穩的 那上網就 如果你要看圖 就25,700左右 那就遙遠一點 但是大市呢 都是比較正局的 不過看到科技股 就有一個 即美股那邊帶動 有一個不錯的反彈 當然美股那邊的反彈 就強勁 過港股這邊的反彈 那還有呢 這個反彈 都是以一些 不是最大的幾隻的彈力 就更加之強勁 是 一些二、三線的 一些科技股 反而都 有些就繼續破頂 嗯 明白 那剛剛講開 那都是 之前的IT股 科技股 急回 那 之前介紹過一隻儀卡 那沒有什麼 怎麼回的太厲害 當然 都有 因為它一組回了 這個呢 就是它有自己的路線 對 對 通常 不是很跟那些 即是經常說 喂 要是無緣無故狂升 然後無緣無故狂跌 接著有些反彈反彈那些 或者 根本不是太跟事限那些 那都比較齊貨一些 那 即現在會不會是 這種情況 或者 撇除剛剛所講 齊不齊貨了 純粹業務 或者走向 或者整個 許的setment 會怎麼看呢 嗯 其實如果說 貨源歸邊方面 齊貨呢 你看看那個seekers 裡面都見到 其實也是一個貨源歸邊 而且 就是它大跌 這個大陰燭那天 嗯 8月11號 大跌那天開始大家都發現 它們的貨源歸邊很嚴重 一塌 這樣 連塌兩天 也跌了兩成幾 都挺恐怖 但看到之後都很相似 這個貨源歸邊 可以是一個風險來的 投資者就要注意 但有時如果作為一個投機的情況 其實貨幣那邊是容易些炒上的 如果投資角度這個都會是少少風險 但你見到其實自從那天大跌完之後 連日例當然都有一個跌過 跌幅有時都不少 因為它本身比較大波動 你見到排盤方面都是比較疏落的 不是每一格都有人排 那你可能一有人出貨 就是不用大手沽貨 你可能我有多一點 十萬股 你拿幾百萬出來沽 已經不知道可能可以對到它一成價 當然了 看看有沒有人立即去再接貨 因為它的排盤都疏落的 今天都未算最疏落的時候 有時成交會更加疏落 但是你看到雖然這樣的情況 但出貨情況就不是嚴重的 因為都沒有說有一天有個很大成交的出貨 所以如果你用貨源歸邊這個角度看 應該是未出貨的 暫時就 還有如果以它的業務上 其實就比較有一個憧憬 首先業務前景其實可以看好的 業務前景看得來 其實都相對會有一個炒作的誘因在 還有接下來如果你說真的要去爆上 那可能也要等一等會不會 接下來的螞蟻金服上市 因為都算是同業 在中國的支付公司 那現在相對的估值 相對螞蟻金服的估值 還有美股的SQ的估值 雖然這樣比較 它跟別人的質素真的有點不同 但是估值上其實它就 仍然都是偏低 現在只是200億市值而已 因為這一個線上支付的板塊 其實都是幾有 基本面看有前景和炒作的地方 都是很有炒作誘因的一個板塊來的 還有其實我都是最近才知道 原來這個科網女股神Catherine Wood 她的方舟基金裡面 都有一個Fintech的ETF 其實都持有儀卡的 就是一個少有的港股持股之一 但是當然啦 這些基金看的其實比較長遠的 就是你看到 難道Tesla那些都可以跌兩成給你的 但是其實這些基金 一般就是會 看前景是長遠一點就拿著的 那變成了 你這一類型股份 特別儀卡始終上市那個時間不長 那有機會其實波動是很大的 那長線可以看好了 但是短線的波動呢 就都幾難捱的 但是暫時如果這個時候來說 今天都叫做跌少許 那些3% 但是我覺得這些如果你有持貨 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上一次其實都是 跌到去50天算左右 就開始有支持反彈 那其實你看到 雖然沒有說彈得很厲害 那但是呢 就不是說好 其實企穩已經OK了 因為始終剛剛回完了 那其實企穩50天算都不錯的 那企穩的聲勢放緩 那在這些位置會不會 看到10天線已經有支持 或者去回10天線 那會不會短期可以 或者現在現格其實 閉上眼了 蒙頭又閘衝進去才算 因為看到RSI 所有技術指標 都有一個 可以叫做 都 都 靚仔一些的 的情況底下 那這位買話 你覺得有AIM多少的 profit呢 我覺得呢 就 其實呢 有些人會覺得都直駁 就是因為下網空間呢 其實基本上你都是 看回50天線 還有就是 它被人沽得很厲害 那天呢 就收45.65 都是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參考 45左右 齊頭一點看就是大約 那下網空間都是這裏 那如果呢 穿位這個位呢 其實都幾重要的 50天線和45元 那穿了這裏呢 其實都 短線都需要自一指示 因為呢 這一類型股份波幅都可以很大 那始終 我想 如果散戶投資者 也都出入可以靈活一些 而且呢 就未必有一些基金 那麼有持貨能力 因為呢 人家基金可能這些的持股 他們買很多隻的 因為這些的科網股份 那如果有一隻跌 其實影響不是太大的 但是如果是自己散戶買呢 那個 就是你可能當買一手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錢 那可能呢 那個會傷得重一點 相對上 那我會覺得 如果穿這個位呢 都比較短線的 部署式而走一走 因為呢 其實如果它在初頭呢 上市初期的十幾元位呢 因為始終它都升了很多 如果 就是剛才說到的 貨源歸邊的問題呢 如果不馬上接貨呢 那個回調的危機都會大 嗯 明白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分享一下 那麼 那麼 樂響互動 我想這陣子大家都知道 就是 孖子都超過一千億了 已經 那麼 現在呢 是它的Cornstone 是啊 是啊 它又有份 因為大家都是騰訊系 那麼 其實看看樂響 一來 剛才都沒說 一來螞蟻 是同業 那麼樂響互動就是它有份 投資的 那麼 大家都是騰訊系 不過當然 樂響互動呢 因為大部分的收入其實依賴騰訊 有好有不好 有些人覺得 嘩 騰訊 有些人覺得 那個風險高 就是依賴騰訊 那 騰訊如果不行 那它已經不行 而且 因為它們只是第三方供應商 但是 這個樂響互動當然 都是可以繼續 就是你抽呢 就可能抽新股票 比較短線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樂響上市 那對它來說 都是好處 不過呢 不排除它前幾天呢 是一來 觸及五十天線技術 有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二來呢 就是 因為樂響互動上市的消息 都充其一下它 也都多了人留意它 因為呢 那些新聞那些標題 就寫著 儀卡有份投資 都會是 令到多些人留意它 我想 其實就隨著樂響 和螞蟻的上市 都會帶動到 多些人去 留意這隻儀卡 嗯 那好啊 那大家持續看看 那隻儀卡 我自己本人都 挺有信心的 其實 有沒有持有啊 我不用申報啊 不過不要緊 可以啦 那多了一點點 都看好的 那大家看得如何 那 那我們回答少少問題 因為見到都比較多問題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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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希樂 那 那 之前最高2008隊回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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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呢 那 那 到達$141, 開始反彈, 到今天, 先報現價 到達$180.03, 因為康熙落身, 微升少少了, 1% 左右 那, 會不會可以上去$190? 我想要上去$190, 其實現在$190, 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鄉價 應該是, 如果我現在這樣看, 其實上網的話, 最近一個阻力應該是$185.1 這個是很近的,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但如果未有貨, 應該要站穩$185.1 我首先就沒有特別好, 因為這隻股份的看法都比較兩極 我沒有特別好看, 或者看淡, 因為看好的人, 有些人會覺得, 生科B者是好熱炒 很多人會覺得那個疫苗, 也不知道是不是, 也沒有之前, 只是炒了這麼多 還有他又炒, 炒一些, 回內地科創上市的那些, 其實也有些人會比較好顧忌 覺得炒完就倒閉, 我就沒有特別看好他, 但是那個股價走勢上, 你看到其實都真的開始, 大約是150幾 那些位置是開始回湧上市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貨可以繼續拿著 沒有就真的站在剛才說的$185.1才買, 因為這兩天比較黏一點, 但是都OK的 上網的話呢, 你突破到$185.1, 可以上網回到$227.8 那就是最近的那個潛頂, 就是8月中的時候, 那個開市位 十天、二十天平均線穿了, 希望上回, 追回, 上回, 上回, 加響了$195.1 第二個問題, 咦? 這裡有一個手席分析師, 手席分析師? 不是我們的手席分析師來的, 都是微信女陷阱 大家不要關閉連結, 要做一個廣告幫她 小心點, 咦? 是咦? 是咦? 說完毛病之後, 下一個問題, 1675 那阿信科技, 十三個半日平均價, 現在點部署 麻煩兩回 今天點, 今天點, 今天, 她應該點自排 今天點, 今天點, 今天回很多點, 我想她應該是吧 是, 十三個半日平均價, 現在十三個半日平均價 其實跟她的均價, 其實跟她買入價就 低少許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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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今天最高十三個六號八, 現在現價就是十三個二 那麼輸一點點, 輸兩號半左右 也不是差很遠的, 那我當你應該不是今天買吧 因為今天始終回, 應該不會今天買的 是, 那我想是前幾天, 這個十四號 是, 十四號始終是有個突破的 是 那你那天買的話, 應該定好一個止蝕位 就在十二個七號四 嗯 雖然今天就這樣, 昨天, 昨天又, 十字升 如果你陶上來, 是, 是 今天就陰燭, 是不太靚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那天買呢 你就跟回你那天定的, 應該有一個止蝕位 應該是十二個七號四 所以現在來講, 你都是跟回原本的部署 就是十二個七號四做止蝕位 那這個短線止蝕位, 就可以先拿著它 暫時就 就未是跟它的工具太遠的 嗯, 明白 那這隻東西就這樣看, 比較播幅一點 因為經常講, 啊, 技術分析這樣 那麼, 出了十字升, 這樣回一棍 看起來的勢都應該, 如果今天低收都應該, 哈哈 都很快的啦 但是, 有時候這些股呢 有時候會不會考慮, 溝貨 即是有時候都, 在這個操作上都會考慮, 溝貨 什麼東西溝貨, 什麼東西溝貨呢 哦, 啊, 因為呢,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疑問 如果你說真的溝貨, 除非回到, 剛才講的, 十二個七號四 因為就是, 九月初的那個支持位來的 是 又橫行了, 十日啦, 那個支持位來的 那麼, 那個回到它那個位置, 再有一個大眼 即是, 你找到那個位置有支持, 呢, 就才會偷了 那麼, 現在在一個回的情況, 應該不會溝貨 其實, 我覺得暫時可以不用動的 你說, 太過惡劣嗎? 但是, 總算它都是, 即是, 站著這個十天線呢 就, 始終, 啊, 之前, 你見到RSI, 又衝到七十幾 那麼, 那個股價就衝得厲害 就衝到脫離上升軌 所以, 你見隔來講, 它仍然都在這個十天線的上升軌裏 那, 所以, 我覺得今天就暫時應該沒有需要動動 那麼, 就, 拿著它先啦 是啊, 明白了, 這個問題又很重要了 那麼, 你就知道, 後續應該怎樣處理 因為, 有時候隔不到時間了 噢啊 runway hihihi 另外, そ現在呢, 那麽呢 wide 另外就, ndy 的問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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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子宗 衔 航空租用, 那啊 那麼, 和ihihi 18400 accountability 婚業誰覺得這些 1215-104傢宣呢 那, 7588 那VIO你覺得, 具體注意附床, 啊 因為, 開始動動動了 唉呦, 是呀, 這個就, 都動動用一輪 它是未有貨還是 沒有貨的 哦 未有貨的 那 今天呢 如果你以今天來看 今天出陰燭就不太好 但是看到那個資金上 其實都是有資金流入的 那 還有呢 它也是 因為一般來說 我都是一些有近支前位 即是近的指示位的先買 那中銀行中銀呢 因為前幾 就是它這裏是一個反彈亂來的 但是前幾天都有試過 低開高走 那個位置就是 即是找到支持 那這個位置就是58元的 那所以其實呢 這個2588現在可以買的 那用58元來做指示位 那看一下上網 因為它都跌了很多 那你現在就61 這樣就暫時可以上網回 69元左右的 那其實呢 因為呢 之前呢 其實是幾有實力的一間公司 就是之前航空業整體都受打擊 那都會有些人說 就是好像油企都有一些油服 會覺得是殺錯了 那其實呢 中銀行航租銀呢 都在這個疫情之下 股價都因為這樣而跌 因為航空業很多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它是很強勁的 它之前呢 還在趁這些情況 就去買波音的飛機 不過這個波音飛機那個賣 都有些 有些 就是很多不同的風波 又說中止購買 這樣的 之後由航空公司 就同意向這個 空客購買飛機 但是呢 因為本身呢 它那個規模都很巨大 有四百多億 那這個復甦 其實也不僅止它 我想幾家航空公司 都反彈得很厲害 南航那些 是啊 所以呢 都是在炒這個 航空業反彈那個 那個的復甦炒作 那 還有因為始終這些呢 大家都會覺得是 不會倒下 不會倒下呢 就疫情總會過了 那都總會是真的復甦的 那所以就 還有技術上都不錯 那現在都可以買的 明白 那另外就是一隻 一百四百 中國飛機租任 那 很喜歡飛機租任 很喜歡飛機 我也很喜歡飛機 那 那 做引6.7 那今天 微跌0.75% 那 同一個segment 那 如果是這隻又怎麼看呢 如果對比起呢 其實市值上 二五百八個市值就是有 整 四百幾億 那 但是這一隻 一百四百中國飛機租任呢 市值只有四十七億 那規模上都 不同啦 還有中人航空租任呢 其實它 是這個 世界最大的 飛機經營性租任公司來的 那 始終規模上不同 那一定呢 如果要選呢 我會選一隻 中人航空租任 選一隻大隻 那 如果你是以 這個 中國飛機租任的市值來看呢 四十七億市值其實都是比較偏小的 其實市值不夠一百億就 那 那 再看走勢上 因為呢 始終航空業炒複數呢 其實就 都 它就都 有彈了輪價 你看彈到去八月底 九月頭 那之後又開始 一個 充彈完 炒完回緊的情況了 成交很小 只有九十億 那 我會建議 所以就 可以不用買這隻 可以買回中文航空租任 好 明白 那另外問題就是 2400 那 那 會不會有可能上回 四十二元呢 就是 心動公司的手遊 那 我應該是有課 正在坐著 其實如果 它 手遊公司 那個炒味是比較厲害的 那 所以都很多 投資者 喜歡買 因為 覺得短炒 可以給到大的波幅 但是 炒味是比較濃 那 但是 如果你炒在角度 來講 那 看圖 那 看圖的話 三十五個二呢 就是它的一個大底來的 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繼續拿著它 那 就上網 四十三個六 就是近 它那個 四十二 就是它的四十二那個位 再多些少 差不多 你看它現在開始觸及回 三十五邊的指示位 再彈回 其實可以繼續拿著它 現在就 明白 那 剛剛講開 微信旅 那 有推介 是 是啊 有推介 就是 這隻 1953 早兩天就 跌了下來 跌了八十幾個巴仙 那 微信旅 推介了很久 其實由這些位 我都不斷收到 Message 很討厭 天天叫你買 那 現在跌了八十幾個巴仙 老實說 接著說 卻不不要返來 今天跌了三年六個巴仙 那 今次生了三年六個巴仙 那 市值三年二億 那 這股票 卻不卻反彈 那 其實 首先 我就不會卻反彈的 那 如果這些世界股 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看回它的成交量 是的 其實很多時這些世界股的大成交就是它出貨的時候 分別在8月20日有1.9億的成交 9月20日有1.6億的成交 其實就甚至給它上市第一天只有8千多萬成交 這兩天單日的成交已經過億 其實是上市以來最高的成交的日子 這些都很大機會就是出貨的 你看到9月11日還沒跌的 出貨之後那天就沒人接了才倒下來 當然這個看會不會有移動成交 只是這一類世界股的其中一件事 因為人家都很聰明 很多不同的方法 未必那麼容易看透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 特別如果你是在上網買的 你就什麼都不知亂的買的 聽號碼就好了就先了解清楚 還有如果你知道是什麼而去做呢 那我覺得就衡量到風險那樣 成交量異動是其中一個出貨的象徵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事情可以留意的 那有時候如果它沒有這些訊息給你看 一來就倒下了就走就走不及了 那至於你說究竟可不可以去罵呢 我就不建議 就是很多時候這一類股份呢 其實過往都不少的 就是出貨之後倒下了 再低位有人收回貨再插上去 其實都是有的 但是我就覺得 就未必一定要選一些 那麼高風險的東西 還有你看它彈得來也沒有很有彈力 至少前個交易的上交易的高位 三毫子 就是如果你喜歡投機的 起碼都突破高位 才開始消化少少的鞋貨 因為它鞋貨就很多了 就是那些人在高位裡 一夜跌了八成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Vivian 就不是太建議了 這個就是 我們很認真地和大家解釋了微信女操作 剛剛基本上 所以真的要小心點 你跌八成的話 你真的很難找回 就是衰極981 都是跌了一半而已 981就不同 就是你始終是一個有國家支持的業務 今天又升了 是啊 那我看來就是這樣 都是不同的妖法的 中心 現在做20.6 終於回到20元上位 今天升了5.6% 之前最低是大約17.7 這一陣子 似是慢慢走上去 因為剛剛過了10天平均線 會不會追得上去25元這些邊肥位 其實我個人就認為長遠是會上去的 但是長遠呢 要什麼時候就不知道了 就是有機會可以很久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這個走勢來講 就真的有機會有來上去 其實如果你說今天收市 至少20元其實他都是有過轉機的 因為他今天都有利好消息 其實他之前都已經深陷這個中美之間的確力了 其實就 現在美國對華為有新一輪制裁 令到全球的企業向華為供應 採用美國技術的產品 要向美國申請許可證 連中芯作為中國的芯片製造商都不能供應給華為 連想國內自給自足都難 因為中芯已經是國內的晶圓代工的龍頭 他現在就說要向美國申請了 就是跟回禁令的要求 向美國申請繼續供貨給華為 還有表明他會嚴格遵守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 我想今天這個起動都有機會是 一來都跌得很多了 二來就是憧憬會不會供給華為呢 因為他就不跟別人的台積電 別人的台積電呢 肯定不行 傳不供給華為 都還有大把客戶爭著 始終他是作為一個中國芯片供應商 如果他連華為的生意都做不到 就不用做了 有些人說到再制裁下去有機會要倒閉了 所以現在都是憧憬可以再供給華為 看到幾隻華為抗戀股都起動 就是憧憬會不會有機會美國真的可以放寬一點 即是被部分公司供應回華為 譬如中國遠遠都起動 不過如果你說回中芯來講 始終其實他是在這樣的中美情況之下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很擔心 但我始終覺得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來的 雖然經常科技水平落後 但是始終如果他有得供給華為 相信都更加是一個國家重點的栽培 其實他如果收市只得20 可以上網回剛才你說的25元那些位置 明白 蟹科真的比較多 蟹科很多 所以經常都說 喂最重要是指示得快 你買這些真的要指示得快 人沒有事才可以做世界冠軍 是啊 譬如你之前 你穿了24.1那裏的大底來的 那裏很嚴重的穿24.1 那你穿了那裏 立刻走完 有機會再買回都還可以 這個要走動快一點 因為波幅都很大 不太適宜去長渣 嗯 明白 明白 那看一下一隻1093 石藥集團 那其實這幾隻 剛剛說的幾隻都幾次的 那價錢做了15.82 那你見到10天20天50天平安線 鋁賣一注 那剛剛開始有點突破 那又回回 那這隻石藥的話 可不可以現價這50天平安線 試過入手 搏去彈回一點 我見到Louis想入貨 那石藥今天有消息 今早早就有通告 他附屬過上海陰樂買生物科技 獲得國家藥管局的批准 在中國就開展這個助言新藥 就是用來治療骨癌 和癌骨轉移的臨床試驗 那其實都是一個利好消息 那你見到股價呢 今早早是有充過的 但是呢 如果你說 我們很多時候就看回那個走勢 走勢上 如果你說看回 只是看資金流 那流出流入都有 但大手的就是流入多 但總體來說是流出多 那如果這個衝高回落 因為你看到影線就長了 那裡就升 升完升轉跌的 雖然跌年年1%很少 但是這樣的情況呢 我覺得不是說很樂觀 我覺得就 始終衝高回落 即今天衝高回落 我今天就不會再入的了 可以看明天會不會 譬如 站得賺16元以上才再想 又或者呢 其實這裡有個大底的 那就是15.1 這裡橫行底 幾個月的橫行底 那我想如果有興趣入 都可能貼近這些位置入 那就比較防守性好些 因為這個底呢 其實再穿都要走的 即無論你在這個底以上 什麼位買都應該是 用這個15.1 這個大底來做止蝕位的 那所以越貼近那個15.1 那個防守性就越好 嗯明白 那它今天的Termover 都只有1點幾億的 所以 真的不多 所以都比較不是 市場不是那麼關注 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雖然是有消息 那最慘的是有消息都不 所以就真的 不是太受追負 是啊 有消息都不來 那就算了 那最後一條問題 今天中國南方 今天整個航空系統 差不多講完了 那其實歐了很多棍上去的了 那今天HIGH HIGH 5元 接著回跌 那現在呢 就在做著 4.93 今天升了1.8% 一隻南方航空 走勢又比較漂亮 是啊 在這些位置 進入好不好呢 這個呢 我覺得 之前都會有些問題 可以進入的 但是我就喜歡 其實你要 有一個調整員 你找到那個最近的 即是短線都好 一個支持位 那現在就找到 就是4.57 前幾天就回到這些位置 就見到有反彈的 還有今天都突破了4.86 就是有一個最近的高位 就突破到 所以你現在 今天賣入的話 可以用4.57 用收市計 就是收穿4.57 來做指示位 那上網呢 就是看著 你這裡這些位 就是5.5左右 那裡就是去年初的位置 那其實就是整個航空業 都是在炒那個復甦的 如果你想入呢 當然 我會覺得你航空股 你入都是做那個指示位 因為它都反彈了一段時間 而過往呢 在這個疫情之後呢 其實就 新經濟股 一直都強勢一些 科技股 那這些比較落後 而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呢 其實它們久不久 都有時候會出現一下反彈的 那很多時候反彈大一點 其實就你看到 如果還未真正復甦到呢 那都會被沽下去 那但是呢 那現在 它這次反彈其實 像樣很多的了 已經是 整個聲勢出來了 那的話我覺得 你可以入的 但是就 用回最近支持位 剛才說的位置 來做指示位 我們還有一條問題 剛剛有條問題 好啊 那麼 269 那1895元有貨 那keep 還是走呢 在這個位置 195元有貨 哦 現在差不多 現在199歲的那個吧 是啊 即是快要回家鄉 你可能見到今天 上到197個半 即是今天回家鄉 就沒有走到 現在是否應該要走 如果你用這個來看呢 其實它衝高再回落 就變成性絕跌 其實就不太理想的 嗯 會不會是 短線見頂呢 有少少的可能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你都 即是拿到它 即是回原再彈回來 其實你都捱了 雖然不是很久了 捱了一陣 但是其實 見到你始終都還在 即是它觸及175之後呢 都已經是一個反彈裡面的了 那我覺得其實是 其實站穩175的 那就是去 175.2啦 實數是余 那你站穩這個 175左右 站穩 那就可以繼續拿著它先 今天會有些沽額 那因為我想就是很多 很多可能就好像你這樣 在前一廊 在個頂啊 即是近200的位置 買完的時候呢 就差不多回家鄉了 那就沽了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繼續守住 那它是一個相當之 有些強勢的股份啦 也都是剛剛嚴難啦 那業務上呢 其實都 可以看好 都會很多的拼購啦 其實有時候被人配下股 都還可以繼續升的 那其實這個可以去 繼續拿著 即是你今天跌 其實它排款很疏的 那你說 那個被人沽一沽 但是沽額都不是太大的 沒有力量上壓 暫時來說沒有什麼力量啦 但是就未至於說是要走著的 可以保持住先 明白 那今天很感謝Vivian 和大家分享 那想問一下 今天說過的股票 有哪一支是有持有的 嗯 剛才我們有說過 太多了 太多了 1953 沒有的 沒有的 那就有持有 Tesla SQ 和台積電 明白 那今天差不多 補回恆子先 中午收市24672點 那跌了60點 跌了一點點 那成交到現在 有550億 那 那我們下次再聊 好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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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